一機UVIO 台大有開話 是有有有 類似這個東西 對對對 然後我們叫玉雲裡面也有類似的 然後但是就是這個他的手機上面感覺上就比較friendly 但是下一次如果有些音樂的話也可以用你們的 現在這種人體非常多 那所以就是請大家花一點點時間聯想 然後我就是任何時候講到任何一段 就是大家有什麼想要問的或者想要討論的 或者是一些想法 那當然如果有看到別人已經就是問了 你想問了就可以按讚 他就會浮到比較上面 然後每個段落可能十分鐘左右 我會稍微看一下這個段落大家問的問題 按照就是按讚的數量來回答 這樣子OK嗎 有 臉 臉 好 這樣就已經有人按照了 然後就是 至少目前有一個人可以坐點上 說感謝今天要再一下 好 那所以如果大家還OK的話 我就這個 然後已經有人按讚 我表示已經有兩個人了 好 再給大家一點點時間 大概兩三分鐘 OK 好 那我們就等會一下 我找一下 再問一下 这个中文字幕志愿者 對,就是它一進去會要你打一個Event Code 然後那個Event Code就是今天的日期,就是運氣 好,OK,那應該就這樣子 然後我會時不時來Refresh一下 然後大家心打的就可以看得到 好,大家應該都進來了 好,那就正式開始 今天很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今天要講的題目其實是我一直以來就是都在探索的一個題目 我自己大概是1989年開始寫程式 然後92年就是接觸到網際網路 93年就是開始做一些網際網路上面相關的study 然後94年全球諮詢網發明的時候 當時蠻紅的一個題目就是 為什麼網路上面大家都很願意跟陌生人合作 很願意collaborate 那學歷上我們叫Swift Trust 就是好像到了網路上面大家都比較願意信任陌生人 然後這群陌生人他竟然可以在彼此沒有見到沒有 或半年才見一次沒有的情況下 去做出對大家都感覺上 雖然一旦可接受 我們叫Ref Consensus 這樣一個東西 那事實上網際網路就是靠著這樣子 我們叫做Maltis Decoder Consensus Making 的這個過程才建立起來的 因為網際網路裡面的網際的意思 就是每個地方的運營網路的人 他都必須要統一我們這個網際網路的協定 這樣子你在比如說德國的時候 你要check台灣的email 中間的每一個operator都必須要統一這個網際網路的協定 不然的話就沒有網際網路 就只有那個電信區的網路 所以這個協定的行程是怎麼做的呢 它並不是聯合國mandate 它也不是什麼就是人push的樣子接受 而是所有的這些中間的應援者 他都可以參加 然後包含使用者包含這些人 他只要任何人有任何想法 他都可以提到一個我們叫做網際網路工程組 IETF的組織 那這個組織它是完全flat 它是完全沒有就是領導指揮的關係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只要有email就可以加入 然後所以從上面 大家也不知道我當時只有13歲或14歲 然後大家都是靠著這種 well reason的方式 然後如果有見面的meeting的話 一定可以線上call in 然後都會有主自告等等 所以那個是我大概9394年 就接觸到的一個政治系統 那因為這個政治系統沒有公權力 就是他沒有那個hedge login在後面 所以說他必然要使用這種完全透明 完全accountable的方式 他才有可能建立公信力 因為如果不是有公信力的話 一個新的upgrade 根本沒有必要加入這個網際網路的協定 所以網際網路如果要擴充 他就必須要證明給全世界人看說 這樣子大家進來用公事做出來的決定 會比大家分別去聯合國政區 有沒有其他的傳統的多邊或雙邊的方式 來做事情要來得有效 但是因為這個狀態是隨時都在改變的 所以IETF的網路制定的方式 他們也不斷地推出新的RFC RFC其實就有點像我們立法立出來的法律 就是它叫做request for comment 意思就是說你隨時都可以提供意見 隨時都可以修改 那所以我當時其實就是 參加這種標準制定的過程 然後在想說我們能不能夠把它放到 就是一般的工作上面 然後一般的政治上面 那當然我現在就是到行政院裡面 當數位政委 然後換了位置 但是完全沒有換腦袋 所以做的事情其實一直就是 這20年以來做的事情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主字考全部都公布在網路上 然後參加的每個meeting都記錄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雖然同樣是 就是RAW MAKING或POLICY MAKING 但是以前的公權力比較不需要用這種 很激進透明客責的方法來取得公信力 它有別的取得公信力的方法 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 這個公信力可能已經掉到無底了 所以同樣的在以前網際網路取得公信力的這些方法 也許我們現在可以過多或少拿過來使用 那這個方法就是所謂的多方理關係人的自詢 就是multistakeholder model 好 那所以我們就正式開始 目前上面還沒有看到實質問題 大家都在講早安 OK 好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今年就是一月嘛 然後蔡英文當選 我是有同學給他 我很高興 然後蔡英文也很高興他在當選 我投給他的原因之一是說 我當時就是家裡有八隻貓跟兩隻狗 然後我是就是非常喜歡動物 然後就是跟動物一起住了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呢當然蔡英文的證件裡面真的很罕見 是把那個動物福利動物權利放在前面的 然後但是另外就是當然他有一些價值 我也是非常非常同意 包含就是行為平權 然後運作民族的就是轉型正義啊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說這些東西放在我習慣的那個context 就是歐洲或者是標準制定者來看 這個就是就是中間而已啦 也不一定特別偏自由派 但是在台灣是感覺上好像當時蠻radical的 所以就是我也蠻高興說他可以贏就是這樣子穿來講 那當然我們的第一家庭是像這樣 然後就是你很難去回落了 沒有啦南克莫草就回落了 但是就是說基本上他不會參加這個公共政策的指令 但是我去國外演講的時候 我說蠻impressive的就是說 這一次的政權轉移他沒有上國際新聞 那這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以前上國際新聞通常都不是什麼好事 就是說沒有什麼conflict 那沒有什麼conflict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覺得這一次的政權轉移他運用了一些multi-stakeholder的精神 那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Simon 就是張天正老師他本來也就是學這個的 所以說他在交接的過程裡面 當然他有一些優勢啦 例如像他沒有黨籍對不對 就是說他不會被受判檔 因為他沒有黨可以判 然後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他就要每一個部會 就是相信大家知道當時有個所謂checkpoint document 就是說他希望每個部會把正在進行中的政策 然後以及他所以拒之的那個資料 開放資料的source 都變成就是有點像院會簡報 然後上載到網路上 然後他當時本來給那個林權的團隊的底門是說 你們只能從網路上下載這些公開可得的資料 然後我們再來看交接 而且交接要直播 但是那個交接直播後來好像沒有做 但是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說他有這樣一種想法 就是說他不是單純一個內閣交接給下一個內閣 而說這個內閣他對全民交代說我做到哪裡 然後下一個內閣從這邊好像戒關 遊戲戒關一樣繼續做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他比較不會引人費年 雖然那個title當然要換一下 但是當時就是透過這樣的process做出來 他不像說那個就是idea 2020白皮書啊這些東西 他換了一些title之後 基本上新的內閣裡面對於有道理的部分 他不會自已的去把它刪除 或自已的去把它拿掉 因為當時這個contribution的過程 其實已經有結合心境界啊 或一些其他朋友們的idea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這是一個prototype 它不是一個很formal的mechanism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交接的過程相當的順利 而且主要就是沒有起什麼衝突 那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我在Simon的時候 雖然沒有就是實際人工職 但是是在當他的開放資料 這一部分 尤其是技術上面的顧問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台灣是一個 目前還能夠用top down的方式 要求每個機關都使用開放的授權 來做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的意思 其實它是建立在FOIA 就是公開資訊的這個前提上 但是它要求說 這個公開不只是公開 公開是說大家都可以讀 那開放是說 我讀了之後還可以改做 意思是說 預算書如果FOIA 你就只能看 所以我踢進電腦 但是如果它是開放授權 它就是在授權大家說 你可以做成互動式的 你可以做成藍人包 你可以做成就是各種東西 然後這樣子保證不告你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一個step up 就是你不是只是只能看 還可以改 那另外就是說 公開資訊的資訊是給人讀的 那給人讀的 它裡面提到數字的地方 大家以前比較沒有留 那個auditrail的那個感覺 所以你就會看到官員出來說 這個會創造23E的什麼東西 或者是多少的就業機會 或之類的 但是像在維基版科 你就可以上面就標一個citation needed 就是說你這句話到底是 什麼是距離所本 但是之前呢 這個距離所本的這個部分 往往沒有公開 所以當時Simon在推的另外一個就是說 希望這些rawl data 在就是不侵犯各自營業秘密 跟國家秘密的前提下 應該盡可能的 每一次我們政策上面提到一個數字 這邊就release cp open data 去justify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想法其實我覺得也很radical 因為本來諮詢它其實是說服人給人看的 但是慢慢的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民間分析資料能力不遜移政府 我們把rawl data丟出來 其實對我們的可信度是增加的 而不是減少的 那這個也是比FLI再往前做一點 就是它不但是也可以改做 而且要是以machine readable的方式可以改做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民間的朋友就幫忙 當時就是做了一個開放資料的授權 那是用國際的CC授權去做 那這件事情做出來之後 他們又做了一個mandate 就是說五千萬元以下的ICT系統 基本上就是沒有任何例外 就是在去掉各自的影子的秘密之後 它就是必須要做open data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國際上面的開放資料評比 它是一個checkpoint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政府部門的最基本的資料 好像有水有電的那個程度 它都必須去開放資料 所以我們在那個英國的open knowledge的評比 就突然之間從第11年變成全球第一 那這個取求第一的意思其實就比較只是像大家都有水有電 它並沒有說這個資料是不是真的會贏大家的需求 比如說民間是不是實際去利用 但它至少是因為我們用top down的方式給了這個mandate 所以其實就一瞬間就每個checkpoint都上了 那在其他的就是國家 它是每一個局處或每個部會或每個地方政府 它要自己去爭取嘛 所以它的曲線就比較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所以當然就是說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之前工作的這一段經驗 所以剛才提到這個checkpoint就是公開交接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我覺得我自己學到很多 就是雖然我當時不知道我會入閣 但是我很認真的去看了包含交接文件 包含蔡英文的證件包含這些 那因為就是蔡英文總統她在競選的時候 她的那個競選的網站等等 也都是靠我們就是政府open data的這群設計師在做 所以她也會去跟就是智庫跟這些去要roll data 去要為什麼這些證件這樣子寫出來 所以兩邊都這樣publish的結果 就是說雖然我不知道我要入閣 但是我當時做的一些準備的工作 等於是任何人都可以做 就是說不管是你在政府內部或者外部都可以做 那當然這件事情我覺得能夠成的另外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就是林全在組閣的時候 她是組一個平衡的一個內閣 我們內閣裡面有五檔級的是多數 然後比任何一個檔多 然後所以可能好像4比3比3的這樣一個比例 所以這個時候她就同樣的比較沒有就是 就是對哪一邊會就是有favorite或不利益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在台灣現在其實是一個noir 因為當時柯文哲就是作為一個醫學教授 她其實就是主打這個然後選上的 那或者是像陳建仁老師在主持一些或是會議或什麼時候 她也是說我是要照顧大家的利益等等 所以說這個已經變成一個很常用的一個frame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當然其實在台灣政治文化裡面 大家都是相對型的 就是說對台灣來講 這個東西並不是一個大家很熟悉的narrative 就是所謂的什麼評論啊 這個不特定人啊 什麼協作啊 多利益關係方 那這個東西它第一次變成就是報紙上面的 一個大家都會說好那我們就是要開放透明的這個narrative 是我們在就是14年3月的時候 做了一次算是demo吧 那這個demo就是 很有意思 因為當時的狀況是說 大家知道說是立法委員們罷工嘛 他們覺得說某一個特定的題目就是 海峽亞安福貿易協定 他們不願意去進行審查的工作 那當然有一些憲法上面的理由 那因為這樣子的理由的關係 所以它就是給了一個正當性的缺口 就是說當學生進去的時候 他們就是可以說我們不是抗議 我們是要代替立法委員做他們罷工不願意做的工作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正當性的opportunity 因為一般的占領不能講這句話 但是這個占領可以講這句話 那所以接下來就是說你要怎麼樣讓這件事情 變成所謂全民神福貿 變成一個大家真的感覺到 唯有在參與神福貿 那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這個占領就有正當性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大家會覺得只是裡面的20個學生 30個學生在神福貿 那就沒有正當性 所以這個是很有意思 因為他們進去之後做的事情 一開始當然直播這些 但是他們就是後來就是用所謂神移民主的方式 去想要在統合裡面的所有的占領者對於福貿的想法 可是這個東西當然你會創進去占領你的福貿 一定已經有一些想法了 所以這樣子說出來的公司 實在很難說的是所謂的全民神福貿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有幫忙做了一些專案 其中一個專案是叫做你被福貿了嗎 在場有人有聽過這個網站嗎 我開出來給大家看 我們的當時架的網站都是G0V.TW結尾 那G0V.TW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是這樣子 就是台灣的政府網站都是GOV.TW結尾 所以好比像說環保術就是ENV.GOV台灣 然後立法院LY嘛 那所以通常這個 你看到G0V.TW的網站 它其實是一個代用政府的概念 就是我們覺得某一個政府的網站 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更開放資料 更互動性更強 我們就去拿同一個政府的網址 然後把O換成0 然後就做出一個 於目換珠的這個臨時政府版本的東西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你不需要Discover 就是你不需要寄我們的網站 它就是一定跟政府的網站一樣 只是O換成0 所以像什麼公務人員出國考察網之類 那反正你只要知道它的官方位置 你就試著換成0 可能就可以進入歷史政府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的特性是說 它一定都是拋棄著作權 或拋棄絕大部分著作權 只留下一些名權 那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 政府網站下一次改辦的時候 那個廠商它沒有藉口 不用我們寫的這個代用的版本 以前如果是民間做的 但是它保留著作權 廠商可以說 我還要探售權 還要怎麼樣 可是像我們幫教育部 就是重新format他們的辭典 叫做蒙典 那這個蒙典就是包含 客家化的台語跟國語 然後還有就是兩岸的對照的辭典 等等全部編在同一個網站上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這個最近因為春典事件 蒙典又突然蒙起來 對 但是就是即使在播放的時候 每個月也是大概上千萬人次 它已經是中小學教育的一個 就是 就是 很想用的工具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教育部辭典在該辦的時候 廠商就不能refuse 蒙典這邊的contributure 因為我們都喝起著作權 那廠商其實沒有不用的道理 所以廠商都很順利成這樣去用 這個cycle可能要一兩年 就是從 好像說定市政府做出 中央政府做出 預算視覺化 到柯文哲用它來做台北市的預算視覺化 以及現在六個縣市都做了 當然中間過了兩三年的時間 但是總之就是它是代用政府 跟代用咖啡一樣 它就是等在這邊 然後什麼時候 politically 它覺得可以拿去用 那我們 甚至不用問過我們 常常都沒有問過我們 就可以拿去用 所以這個網站也是一個類似的概念 就是 當時因為服貿易寫定非常的長 然後而且裡面的 尤其是行業隊照標 你要map到就是 WTO的聯合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等等 就是很少有人 能夠一下子就知道說 就是這個服貿這件事情 跟自己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呢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 建入好比像說 隨便什麼關鍵字 然後它就會去找到 就是在公司行好登記系統裡面 所有相關的 或者可能同編等等 然後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會這個 就是顯示出 關於這個同編 你有沒有背負嗎 然後它可以列出說 這是因為這是你的同編的註冊項目 然後這些項目沒有 其實不屬於服貿易寫定的關聯 那這個東西 其實就會讓謠言很難傳播 因為任何人知道 大家同編進去 就知道說 其實這個 居住型護理照顧服務業 其實之類 就是這波沒有開放等等 那如果有被服貿的話 就會有很親切的 類似三個漫畫的這樣子的方式 告訴大家說 就是投資可以過來 人可以過來 還是可以過去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東西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每個人 他可以直討論 跟他節省相關的那個部分 也就是說 厲害關係的人 他可以判斷這些事情 對他的厲害關係 這件事情是 所謂的全民神父母的第一步 那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 back up的關係 所以當時就是在 占領的內場之外的三個方向 基本上是三個 實際上非常多個 只有到最後有二十幾個 大概有三個大的 不同的 看服貌的方向 就是從 主權的角度來看 從這個 動權的角度來看 從環境的角度來看 那所以從這三個角度來看的朋友們 都有受到我們的 這個 協助 所以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先不去談 非常大的 什麼 一種三線 什麼一邊一國 這種其實你談了22天 也大概不會有共識的東西 相反的 在學歷上就是 overlaping consensus 就是說我們挑裡面 就是切身相關的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東西 好比上說 它對某一個特定行業 某一家特定公司 然後那一家特定公司 因為看了你被付帽了嗎 就站上來說 我看到這個 我會被怎麼樣影響 然後大家就事論事來 討論這件事情 這樣子就比較有可能 尋求公識 也就是說 公識它是出現在利益關係人 都知道有利益關係的一個 小的具體的一個方面 所以我們後面的這個 就是ICT Infrastructure 是我們在街上 任何人只要搭起一個牌子 他就可以開始看 服貿的一件事情 然後呢 就會很神奇的 就會有人開始拿出手機 或拿出iPad 然後後面還貼上 這個最新出爐的大法官實現 他說這個公民記者 也有一樣的報導權利等等 然後所以 我們因為做了這個 所謂公民記者證 任何人都可以用iPad去直播 我任何一場討論 他直播之後 就會放到我們做的一個 自動訊的一個系統 其他人就會看到說 這邊多了一場討論 然後YouTube在這邊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即時聽大的朋友 就會實際的去聽這一場 然後輪班 把這個東西打成主資稿 所以因為同時有四五場別論 其實你不可能每一場都聽 但是你可以在晚上就是說 Don't review 這四場分別各談了什麼 收攏到了什麼共識 哪些還是爭點 然後在下一場出來的時候 就先宣讀昨天的狀況 昨天再這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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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套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今天從這邊開始 已經解決了 就不用再談了 然後接下來就再談這個東西 所以跟一般的占領 不一樣的是 一般占領常常越到後面 它的訴求越發散 但是這次占領呢 因為四個組織者們 非常刻意地 要做成越占領越收容 所以到最後他們其實還真的 凝聚出了對於福毛的 相當多的具體的建議 而且不一定都是反對 是inform的一些建議 那這個東西它的正當性就很強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中間是任何人願意過去 就可以參加 而且不管你的立場是什麼 即使是白色正義聯盟 我們也提供一樣的網路服務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的legitimate 並不會因為 它有反對的贊成的 各方的聲音而減少 相反的是因為 我們大家一視同來的 都提供一樣的服務 所以這個正當性反而增加 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好 然後所以這個後面 我覺得有些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每一場山林 不管是聖林華爾街 或者是當時就是在巴黎 也有一場女地步 然後在西班牙的15M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最後能不能夠收容 往往取決於大家的感受裡面 它是越來越排除人 然後變成一小撮人在做 還是它越來越inclusive 就是50萬人都可以進來 那它應該是不是inclusive 完全取決於它所使用的 自通訊工具 能不能夠很忠實的 然後不能夠到場的人 也有生理其境 而且它即使是大一行自業 都可以有可能改變國家命運 的那個感受 就是它是不是雙向的 那這套系統就是說 是靠上千個職工 當時我們一起做出來的 那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多 就是不管是在宏達電 在Apple 在Google 就工作的人 我們當時就集體請了20天的假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那是因為 我們這一代就是 我35歲嘛 所以我應該是記得戒嚴的最後一代 然後就是我弟弟比我小4歲 就已經不記得戒嚴這件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這一代是 剛開始有言論自由 就是接觸報警啊 這些的東西 但是呢其實解除報警的時候 剛好就是個人電腦出現的那一年 就是8889年嘛 然後所以我們一開始學電腦的時候 就是在一個好像它是代表著 就是沒有現實的言論自由的這樣的東西 那我一開始學全球諮詢網 94、95年 然後一直到普及是96年的時候 台灣就第一次總統直選 然後所以當時就是說 我也有在就是當網軍 去幫助選人拿票啊 助選然後做一些文本分析等等 所以就是說 在我們這一代的經驗跟感受裡面 不是說有一個很強的代譯民主傳統 存在200年 然後自通訊才出現 事實上代譯民主跟自通訊是同時出現的 然後這個同時出現 我覺得就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一開始這一套代譯民主傳統 它就是可以改的 修憲都可以修那麼多次嘛 所以就是說 我們都可以有些不同的想像 然後它不會像在其他國家一樣 做政治的是一票的人 然後做新媒體或做自通訊是另外一票的人 在我們這邊就是 我們一開始學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來學這個 就是民主跟網際網路 民主跟通訊 基本上是混在一起學的 所以這也造成台灣在至少整個東亞地區 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就是90年代所謂自由軟體運動 一直到98年開放文化開放原貌運動 到維基牌科出現 那這些東西 它後面那個free software free culture 我們在東亞的任何其他地方 一聽到這個 都是想到就是lending 就是標籤的 但是之後在台灣 我們看到這個 先想到的是業務自由 是集會接受自由 是這些自由 就是說它之所以是自由軟體 是因為它可以保障 我們自己架設自己改變 也不會被censor 不會因為東西架在什麼地方 所以就被就是 臉書啊 或其他人這個審查控制的自由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在東亞的整個社群裡面 只有我們在每次辦自由軟體 相關的年會的時候 就是幾千人幾千人的這樣辦 那這個東西它算是一個regional leader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section 我們來看一下線上扣印的朋友 另外的朋友說 人人都能夠表達不同意見 是民主社會最被珍視的價值 然後但是目前台灣社會的資訊混亂 每一個人都搶著當柯南 都搶著當專家 那任何社會與社會大眾 應該如何能夠有效 過濾掉偏激或不正確的資訊 讓每個人都可以獲得正確的資訊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就是說我自己的想法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們在當時做了非常多 自通訊方面的介入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在當時好像降臨到第五天的時候 裡面盛傳就是警方正在強迫區裡的 裡面的學生 但事實上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然後外面群眾就想要衝進去 然後警察就開始很緊張 那然後呢 當然最後林菲凡就出來說 裡面什麼事都沒有 可是你不能每次謠言的時候 林菲凡就跑出來說 什麼事都沒有 那不是已經有直播了嗎 為什麼還是這樣呢 那就是因為直播到主資稿 傳遞到他手機上 也要告訴旁邊的人說其實沒事 這個過程他可能要花三分鐘的時間 那但是呢 謠言說 裡面正在被拍肩膀這樣子 這個東西他可能只需要花15秒的時間 也就是說謠言他的傳播速度 比真實的東西容易 所以我們當時的介入是兩個 一個是說 我就是拿了網路線過去 不需要經過雲端再回到大家的手機上 而是把內場跟外場連成同一個區域網路 所以這樣子的話 把內場的那個攝影機到外場 就只有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而不需要等個好幾秒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請內場的就是會打字的朋友 即使他聽到內場發生什麼事情 不用很完整 因為未來會有人按照那個錄音去打更完整 他只要簡單的打出來 然後把他右邊打出來的這個竹子 跟左邊的這個即時的直播 都project在外場的那個塑膠布幕上 也就是說我們加了一個販布 然後讓大家可以即時的看到裡面的情況 然後呢 因為你看那個情況 其實就是有一個 就是說好 裡面看起來還是蠻平靜的 那但是呢 裡面如果加了什麼 或做了什麼的話 你第一時間可以看字母 就可以看到 所以也不用去檢查手機 那這件事情就是讓內場的情況 變成我們叫做social object social object的意思就是說 不只是每個人都可以取得真實的情況 而是這個真實的情況 是它可以繞著它討論的 你繞著那個投影機 投出來的內場的狀態 大家就可以說 這邊看起來怎麼樣 這邊看起來怎麼樣 它就變成一個social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就很像預防接種 預防接種並不是說 它單純只保護你 被就是謠言的病毒所侵擾而已 它還可以變成一個 如果人群裡面有一些人接種過了 那病毒到這邊就像一個防火牆 它就很難再傳染過去 也就是說它不是只保護你 它是保護身上你旁邊的人 因為你不會再被傳染了這樣 所以同樣的道理 任何人他只是路過 他可能不是專門待在那邊 只是看了一眼 直到說裡面很平靜美食 然後他就去碎了買東西了 他其實也不是來佔領的 但是如果謠言傳起來的時候 他可以馬上跟旁邊人說 沒有啊 我一分鐘前才看過 裡面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不是要查禁謠言 我們不是要把所謂的 就是大家的言論自由加以剝奪 事實上你也查禁不完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確保每個正確的資訊都是完整的 有一個audit trail 然後每個東西都有一個網址 你分享它的成本 要比起就是不實資訊的成本 不能高 而且只能低 然後讓再次傳播變得非常容易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我基本上 進入行政院之後 繼續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繼續做同一個題目 大概也是這樣 然後 所以關於多元成家 這邊我突然看到這個題目 沒有念完 關於多元成家 其實我最近的輔導 因為多元成家 這個題目基本上是一個立法院的題目 但是大家會到行政院的連署平台 所以就會有很多人上來 五千個人連署 連署我們就要處理嘛 然後連署的時候他們就是說 和平常說 同事教育應該退出校園 但是又會有五千個人說 應該課尊性別平等法 就是說他們都是五千人 五千人這樣子來 所以一共大概到現在已經五案了 每一案都六七千人 所以加起來其實是 即使去掉重複的也是兩萬人左右 那我就會跟部會的朋友們講說 這些朋友們可能平常都只看 特定的網路媒體 他也很少再看不同意見的資訊 但是呢 這兩萬人來連署的意思是說 他們提供了他們的email 願意訂閱我們的電子報 這是行政院第一次 可以這個穿透同位層 然後直接把正確資訊 去deliver到大家的email 而且他們 這是up in 因為他們來連署了 表示他們願意收到資訊 所以說 我們傳遞出去的這個資訊 一定不會經過 那個連署的帶頭的 好像說特定的牧師 或是特定同域的朋友們 去詮釋 而是說我們可以直接 把這兩萬人裡面 其實還沒有太多既定立場 可能只是被一兩句話煽動 就來連署的人 我們就可以一次把 各部會跨部會的正確資訊 可能用男人包的形式 可能用一個 比較容易易懂的形式 把真實情況 不太判斷的告訴大家 那這個就是我們 很難得 終於有一個自媒體 的這個狀況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不只是大的這種多人成家 有些比較是 查布里也風暴的像過濾卡 其實我們也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讓就是大概一萬個連署的朋友 第一時間就收到過濾卡的 就是實際的訊息 這樣子 那本來的一些 前面流出版本 造成的謠言的那個傷害 就第一時間可以平息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就每次社會上面有這種 互相誤解 互相誤明化 或者是互相 按照舊的資訊 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大家來連署 其實反映說 大家都很關心 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這個時候當然行政員 可以打官腔說 這是理法院的事情 但是 如果我們把這個 當作型媒體很精英的話 其實他就可以 一下子就 讓大家都變成 就是疫苗的接種者 他就不會再 他就不會再散播 這個奇怪的資訊 這樣子 好 那在我講的過程裡面 馬上就有朋友繼續call in 每位call in的朋友 表示這個 真正是匿名 就是會有比較好的問題 OK 有位call in的朋友表示 政委號召募集熱血的公務員 請問你想要他是什麼 那個其實是在PTT這個網路平台上面 然後有一個版 就是公務員版 public servant 然後這個公務員版的 床版的版主 叫做smart line 這個版主 就是我當時當了數位政委之後 我完全不認識他 他就這個 就寫了一封信 說他想要來 被借調過來 他本身就是一個 超級熱血的公務員 然後當時我們還問了一下說 政委員可以借調這麼多人嗎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辦公室其實15個人 然後 這是一個很詭異的編制 就是說 因為在 一般來講 政委員 就是可能兩位基要 一兩位基要 然後可能借調一個參試 或者一個就是 解密過來 這已經是滿變了 對 那但是就是 我在那一個月裡面 就是 announce我要當政委 但是我還沒有真的當政委的 那一個月 liminal month 裡面為人都愛國外 所以呢 其實我也沒有辦法面對面 跟記者討論說明 所以我就請記者 都上我的公共平台 這樣的外溢效果就是說 全台灣的公務員都知道 我要幹什麼 而且真的是一個公開的承諾 我也只能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月裡面 我們反覆切磋出我們 我能夠做的部分 所以大家對我的 job description 在我上任之前 都比我還清楚 所以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上任第一天 就會接到 像smart line的這種email 說我已經很清楚 你要做什麼 這跟我想做一樣 把我借調過來吧 那所以 那我問了院裡 然後院裡也OK 院長也OK 秘書長也OK 所以我就開始 從個個部會 結調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來他就 一下子就說 他是公務員辦的班主 他在PTT已經有組織了 這個十年的 就是半匿名的公務員的 這樣一股勢力 然後他們都是熱血的公務員 那他知道我要做開放政府 所以就是代價投稿 這樣子 然後我完全不認識他 那因為我的性格是 我都信任陌生人 所以我就說那好啊 就是說現在他不想要院長 希望每一個部會指定 開放政府的聯絡人嘛 那也不止一個 可能兩三個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次長一下子不知道誰來做 那當然你在PTT 混十年的 那個部會的公務員 可能也蠻適合的 所以就是他自動請調的這個模式 看別的部會 願不願意用 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當然我們當然是尊重部會的次長 我們不會說 我們就三個 其實我也不認識的人給你 這樣很怪怪的 但是如果他說 其實他真的不知道 要誰來做配方政府 那個部會的聯絡人不知道是誰 那我們就可以說 APTT上面有一個人 他就是很熱血 然後他就是主動要求 去一樣的模式 那所以還真的有美合成功的例子 所以這個想法其實就是說 如果有人已經準備好 他已經有Portfolio了 他在那個Public色論版 已經有組織過公共討論 表示他對於網路上的不得定人的討論 是有經驗有能力的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最好的履歷 因為他已經做那麼久了 那所以說 有這樣子的履歷 然後我們那個Smartline版主 還會看他的登錄次數 所以就看起來泱泱灑灑灑 然後他還會去檢查說 登錄次數有超過2000次 好這個是真正的想念 因為一天只剩一次 所以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他真的會很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推薦給那個部門 確實有可能有成功的例子 有一位COIN的朋友問到說 有沒有世代的問題 老人家不會用科技也不會想學 但是很常受到 臉書跟LINE上面的影響 可是你如果不用科技 你怎麼看到臉書跟LINE 就是說他已經是科技了 臉書跟LINE其實 他是進入成本最低的自通訊科技 那台灣的一個特性 就是這種公共討論的 last mile都不在台灣 就是境外公司LINE 境外公司Facebook 境外公司Twitter等等 所以就是說 台灣想要查進這些言論 其實真的是有難度的 因為他們都不是台灣公司 但是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對於言論自由 對於百花其放 對於莫名其妙的東西 都可以有人講 而且還不會被刪帳號 是非常非常的習慣 所以百分之百言論自由 是真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在讓這些奇怪的文章 這些查證這些東西 它變成自動化的 因為只有它是自動化的 你才能夠告訴大家說 這件事情是真的 或者這件事情是假的 所以舉例來講 臨時政府的一些朋友 居留意的朋友 之前有做幾個專案 一個專案叫做news helper 就是叫做新聞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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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專案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 news helper 因為查證是要花力氣的 但是 散播謠言呢 只需要花 因為這個科技現在是 G0V是Deepit 表示還蠻多人用的 因為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在你的瀏覽器 幫長輩這個安裝之後呢 每次它只要看到 這個很奇怪的這種東西 它的界面上面會自動冒出 注意您可能是問題新聞的受害者 就是微軟的那個 注意您可能是非法授權的受害者 的同一個文法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因為以前要查證會回報很困難 但是我們現在在like comment share的後面 馬上加了一個回報給新聞小幫手 所以說你一件事的回報 就變得跟你轉傳一樣容易 這個就是 讓少部分願意查證的人 當大家的county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就是說 每次有假新聞出現的時候 就是底下就會開始有 什麼 像有人夢到何二人 燃料樹破裂 這才一個小時之前的事情 然後 然後 然後它就馬上會說 這個時間點跟內容錯誤 然後真相 然後我們的要求就是要 是非常及時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每次發生的事情 只要它開始散播 被一個狀心為小幫手的人看到 它就可以開始當大家的county 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當然 其實臉書已經沒有那麼紅了 現在這個linebot 你這個最紅 所以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專案 叫做真的假的 的一個linebot 然後這個linebot 它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在line上面直接去問它 這件事情是真的假的 然後它就去這個資料庫 以及去Google去其他的東西 去搜尋那個關鍵字 後面加上空白真相 然後把這個東西的就是 看起來像是真相的東西 在line上面去恢復給大家 所以其實它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真的不用科技就算了 不是說你用的科技 反而讓這個耀眼更擴散 所以每一次有這種 讓耀眼擴散的科技 我們就會到那個level 要同樣相同的容易的程度 然後去做fact-checking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比較 被動式的一個處理方法 那主動式的處理方法 我待會會說 就是政府會主動的 去把目前的事實性的訊息 進行處理 接下來 因為有一位朋友 剛好我回答一題 就會call in一題 我上次在外交部就是這樣子 然後結果 簡報就是秀了五頁 然後然後 跟大家聊天 對就是說 這是crowdsourcing 對對對 這是 就是crowdsourcing的概念 就是 就是 這個其實是 一個live demo 就是說 我們希望比較好的政府 是說 它要討論什麼 那個agenda 是由大家一起決定的 但是至於就是 怎麼討論 或是討論的 就是內容是什麼 當然政府 當然是有它的 回應的一套方法 但是不能說 大家寫了 但是我不回應 這樣子就會 喪失正當性 所以這邊再講是說 從第九屆立法院開始 大小型會議都要求直播 或錄影後上網 而且現在就連黨團協商 之前所謂最後的堡壘 也就是 也被這樣子處理了 但是呢 民眾認為說 你還是會私下喬 那喬完之後再上喬 演一場戲就可以了 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 好 這個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 因為你不能禁止 兩個人私下喬事情 但是呢 你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以說他們這樣沒有拘束力 這件事情其實有點像 我舉一個 不一定完全符合的意思 愛沙尼亞的電子投票 我們知道愛沙尼亞 因為它的憲法 是由王紀華盧之後才寫的 所以它不需要經過 電子化的一個程序 因為它沒有 就是 應該說 它不需要進行物質化作業 因為它沒有用指過 它一開始就是一個 電子化政府 那當然也造成 它那一條模式很難輸出 但是另外 我要講的是說 愛沙尼亞這樣子做了之後 它是少數大家都相信 電子化投票的國家 可是即使是這樣子 他們也規定一件事情 就是在電子化投票的時候 你可以投很多次 你可以蓋掉你之前的電子投票 而且你最後可以去現場 蓋過你之前所有的電子投票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 他電子投票旁邊有誰嗎 其實一句話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 即使有人就是逼著你 或者是利用你 說那你就拿出 在評審來投誰一票吧 你最後要有一個 蓋掉它的這個機會 這個意思就是說 只有最後那一次投票 有拘束力 前面的都是advisory 或者省時間的方法 這樣子 那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 他們自己去這邊 還講了這個特定的場所 飯店 餐廳或招待所 就是說 這三個場所 我們都不賦予它舉數力 它因為沒有for the record 所以它沒有舉數力 我覺得重點是 這個習慣要養成 我所謂的accountability 的意思是說 等到你回來看這個決定 怎麼做成的時候 它有一個account 有一個哪一個決定 是哪一個人哪一天 講哪句話造成的 它在此之前的意思表示 或者準備 都不應該有拘束力 那以前的問題是 這兩個混在一起 因為都是off the record 所以說 但是一個有拘束力 一個沒有拘束力 那就會變成是 大家都去搶著 去在那個有拘束力的 閉門會議裡面 去盡可能 壓掉其他人的聲音啊 站點什麼主席台啊 之類的這樣的狀況 但是一旦我們說 很清楚 就是有record就有拘束力 沒有的就沒有 那這個就可以養成 一個很好的習慣 就是你可以事前喬 無限多輪 但是你如果到最後 要翻盤的話 沒有人能夠阻止 你在最後有record 或直播這個狀態下翻盤 那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覺得現在 處理最健康 然後果然這個馬上又多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怎麼看待網絡公民參與時代 與傳統代議制之間的關係 這個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當我說 在說Multi-Stateholder Consultation的時候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 Direct Democracy 這兩個常常被混在一起 Direct Democracy的意思是說 我們對於這個機制本身的相信 這個自動化的造成 Consensus的機制本身 已經全然的相信到 我們可以取代整個代議制度的程度 這個機制在埃上尼亞都沒有到這個程度 沒有人到這個程度 而且我事實上覺得在我有三十年代 還不可能到這個程度 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立法進行公共政策 進行這種宏觀的考慮 是一種特定的興趣 那並不是大家都有這個興趣 如果突然之間大家都有興趣 都願意成為Lawmaker 那也許直接民主師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是教育工作 只要我們還是絕大部分人 可能只關心跟自己利益相關的政策 跟自己利益無關的政策 基本上不太願意研發時間 那這個情況 代議民主權還有存在的空間 因為你總要有一群人 專門花全部的時間去想 跟自己利益無關的事情 而跟大家利益都有關的事情 那這個是大的概念 那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但是不表示說 我們這些專門在想大家事情的人 不要聽大家的聲音 這是兩回事 以前的問題是說 你聽大家聲音的時候是 國貴聯絡人就是聽那 113個朋友的聲音 或者是新聞媒體聯絡人 就是聽那麼 現在可能也有113家媒體 但是以前蠻少的媒體的聲音 那所以加起來 這226方的聲音 好像就是全部的聲音 那任何人想要他的聲音被聽到 他要嘛就要透過代議這個管道 要嘛就要透過媒體這個管道 他才有可能被行政的人聽到 可是這個東西它是有一個 相信大家都已經很熟悉的 就是代理人的問題嘛 就是說當你的聲音是透過東西被聽到的時候 你永遠不知道它是在代表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挑 跟他利益相符合的民眾的聲音跟你說 還是他非常大公五私的 把所有民眾的聲音都聚集起來跟你說 那在理性選擇上 通常就錢一個比較賺 所以說很少有人會 就是完全不過濾的 把所有東西都帶到行政體系來 或帶到立法體系來討論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常常我有在開會的時候 架一台錄影機 然後我就會跟大家說 這台錄影機 它代表今天沒有辦法出席 我們會議的利益關係人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即使他不在 支持利益關係人的考量裡面 他還不知道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 但他如果過一兩天發現 他可以好像他重新參加這個會議一樣 回來這個討論的脈絡 然後再透過開放給不特定員的 像剛剛的連署 像剛剛的公共政治討論這種平台 去應付他的聲音 而不需要被別人代表 所以說這只是在 國會或者媒體 或者其他的專家學者的 這些管道之外 開一個新的管道 這個新的管道 既不強求代表性 也沒有要去代表清媒體的管道 他唯一要做的事情是 讓成本 這三個管道的成本 太高的情況下 或者他已經知道 他們被不當代表的情況下 他多一個channel可以進來 但進來之後 他只是告訴我們 在多元的聲音裡面有這種聲音 而不是說這個聲音 是在跟別人比大小 這種不投票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我們很少在 做這種consultation的時候 在網路上面投票的 回答完之後 他會有多一個問題 網路不言論 跟傳統當中傳媒的差異 這個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 因為其實 現在的媒體透露 不延藏其背後的意識形態 這句話講得非常好 因為它意識形態的程度 並沒有比以前高 只是現在不延藏而已 以前會花一些時間 延藏 但是現在就是赤裸裸的這樣子 但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它不是 我們在跟網路媒體PK 就是說 那個我開始說嘛 就是不要恨媒體 要自己當媒體 是一樣的意思 以前的問題是說 媒體它依賴於特定的硬體設備 你沒有那個硬體設備 就沒有辦法當媒體 不管是平鋪 還是什麼別的東西 還是channel 接下來是說 大家都不需要硬體設備 它是叫數位回流的意思 你只要裝一個軟體 而且現在還有免費的軟體 自由軟體 你裝的時候 就同時是電視台 又是廣播 又是KCOIN的節目 又是之類之類的 就是像大家現在都有手機 所以我一說大家到slido 那個馬上在這個實體空間之外 就建立起一個自媒體 雖然目前是輻射到在場的各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沒有成本的 大家都看到是沒有成本的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也重點 比較不是在跟傳統傳媒去搶人 或者搶注意力 而是說 我如果已經知道 你對這個公共政策有興趣 那我多提供你什麼資料 這件事情就是為什麼 我進來做激進式透明 做主席告之後 其實很多做調查報導的媒體 對我非常的友善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面臨所謂的即時新聞 他們以前可以花一個禮拜 做出一篇調查報導 還有人要看 甚至還有人要膚淺看 但是現在因為那一個禮拜裡面 已經被即時新聞洗半了 所以說到最後他們 就好好做出來的時候 這個題目已經過了 已經沒有人要看了 所以這就是 就是所謂素食新聞的這個狀態 那但是呢 因為我這邊有完整的 政策履歷 有主自告 有這些東西 而且是第一時間開完會就出嘛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些媒體朋友 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可以花做即時新聞的時間 六小時之內的時間 但是這六小時 他們可以花在調查報導的工作上 因為原始資料 我是全部都提供出來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他就不需要花時間 去動聽西策去捕風捉影 他可以把時間花在 去分析這個政策 跟本來政策 異統等等這些東西上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跟我們是站在同一邊的 我們希望媒體做的事情是加值 而不是去做捕風捉影 那但是這個就是建立在 我們提供他完成資料的前提上 不然他的incentive 一定是去捕風捉影 所以我覺得是補補的關係 不是競爭的關係 馬上還有朋友問 問說 願望政府是否有終極目標 然後目標的進程設定如何 這些事情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覺得 終極目標是一個 我們會透過不斷的進行 然後大家又會把目標 設到更遠的地方 就是大家有complicency 就是院會現在都協商直播 看起來很新奇 可是保證到下一屆大家就會覺得 不是本來就這樣嗎 所以就是說大家習慣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衝擊目標的可憐 我們team的朋友 就我繞我的team的方式是 每個人自己說他們這一集要做什麼 或者是這個禮拜想做什麼 然後我盡量facility 讓大家想多事都做完 然後我都不下命令 然後也不take別人的命令 就是做NRT 那這樣子當然是一種 在政府部門裡面是一種很奇怪的一個狀況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非常的敏捷 就是有一個新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去放下手邊的工作 因為我們沒有手邊工作這種概念 我們就是每個禮拜有個roll map 然後後面給大家知道 然後大家知道之後就恰恰去做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非常agile的在回應 社會對開放政府的想像 因為我朋友同意說 台灣政府的諮詢安全能力 面對這個網軍跟特定機構的干擾侵入 不過這個是自動安全處的工作 我目前不是自動安全督導在為 這個後面有個原因 就是因為台灣目前的那個國家安全 就是國家機密法裡面說 任何系統它的輸入端裡面 那麼多個裡面只要有一個 是密簡或那個機機密 這個東西的密等就會破壞 給到這個系統的輸出 所以我做那麼多主資料 做那麼多政府運 做那麼多自動文本分析的這些東西 我只要輸入有一個是國家機密 那我的殘處就自動變成國家機密 那因為這樣關係 所以我在錄格前 在進行勞固協商的時候 就跟那個民進院長說 機密就不要給我看 然後密件都不要送到我辦公室 然後當然我辦公室有一位 社密的餐室 所以如果密件有人搞得清楚狀況 真的寄到我辦公室就做他看 然後回覆說這個就是真正 真的沒有看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接觸自動安全 這方面的關於國安會 關於經濟的資訊 所以說目前就是 簡宏偉處長 以及就是自動安全匯報的朋友 在處理這件事情 不過我還相信他 畢竟也合作很久了 Anyway 央行總裁 被告在3P款後 宣誓將帶領泰國金融業 全力衝刺電子支付系統 並強調Fintech產業的發展 這樣怎麼樣協助台灣 得以接軌國籍 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Fintech它是大家看得到的那一面 大家看不到的那一面 叫做Regulation Tech RegTech RegTech的意思是說 我們以前是特殊行業 只有這家可以做這無上業務 乘起來25個報表 政府就可以做監管 這個是我們非常非常熟悉的 大陸法系的這個原則 那但是Fintech的意思就是說 平常沒有在做網路或者是 對不起沒有在做金融服務的 它只是本來是做網路服務的 它也要有一套Sandbox 做一套什麼機制 它也可以來試著做一下服務 為什麼要開這個Sandbox給它呢 是因為你不可以跟它一樣做 但是不讓你知道 就是說區塊鏈或比特幣或這些東西 它事實上實務上存在 那所以說它跟既有的金融業是一個實務上就是有競爭的關係 如果你開一個Sandbox 它也許還可以冒出頭 告訴你說我的城市馬長這樣 然後我是針對這些人試著營運等等 那政府這邊就可以說好 那針對這個新的樣態 我們在立法之前我們基礎上能夠這麼奧地它 能夠怎麼監管它 然後等到我們有監管能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考慮把它合法化 就是說讓灰色的東西變白色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漂白的過程的話 那大家都是直接把它當作黑色 當作黑色對線都沒有好處 現在的問題是說 一向的問題都是說 台灣沒有開發regulationtech的這個環境 因為監管它不會覺得它是浮道 或者是這個就是灰的轉白的 它沒有這個習慣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會有一個fintech出來的時候 馬上政府這邊就撥一組三四個人去研發 關於它的regtech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所以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比較就是透過就是科技文的匯報 像這樣子的一個渠道 去試著把regulationtech的這個想法 帶進政府裡面 然後當然也就是很感謝就是 經管會這些朋友們 我們至少先把policy先寫下來 至於日常業務 因為我畢竟也不是讀到經管會的政委 我也只能幫他們把regulationtech的那個形狀 繞繪出來 然後看他們有沒有那個能量去承載 但是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比較可以看到 這種比較像是sandbox的概念 就可以開始在台灣出現 有人申請 有人可以很快速的去審 快速的去審之後 可以針對它去研發 regulationtech 這個其實是通說 但是以台灣的就是文化 這個就是必須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去讓大家習慣這種新的監管模式 偶爾會被網友補過野生唐鳳 例如小惡魔PTT 但是網路議題眾多且複雜 你們在什麼狀況或標準下 會選擇親自為民 OK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能夠有所貢獻的時候 我就會親自為民 像我今天好像出門之前 才有一位開Uber的建設司機 他不是建設司機 我希望輔導他成為建設司機的朋友 到我的Facebook上面來留言 然後說他今天就沒有工作了 然後問我有沒有看過關子慕名片 然後去詢問我對這件事情的意見 所以我還真的跟他很serious的討論了一下 像這樣子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稍微有所貢獻 我可以把這個狀況 這個政策講得很清楚 就是他不是只是 就是什麼 就是開必死之門 就是明明必死之門 他也是開求生之路 就是說他是有一個 殷勢力道的一個狀況 今天這個東西上路 是因為多元化建設司方案已經上路 不是說我們慕眠其妙 把烏龜消耗趕出去 但是不告訴這些建設司機說 司機說他們考取了駕駛執照之後 要去做什麼 所以他還是有一個先開一個門 然後再把這個門關起來 這樣子一個sequence 可是如果他只看媒體報告 尤其如果只看舊的媒體報告的話 常常會覺得是說 是這個門關起來 但是窗子其實沒有開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可以幫忙的地方 因為我可以可能連到當時 預言所的那個報告 說我們為什麼做出這樣子一個考慮等等 所以其實我不是交通政委 我也可以把交通部已經 就是明白公開的東西 轉譯成大家比較能夠理解的語言 然後跟這個特定的利益關係人溝通 那如果我手上沒有我懂的資訊 或者是說我覺得這個特定的利益關係人 其實不需要實際性的回復 它只是要觸發情緒 那我就沒有要回的 大概是這樣子的判準 其實就跟我參加任何網路上的 foreign 的判準一樣 然後下一關題就應聲而來 政府開放資訊越多 不就讓敵人或有信任更輕鬆 或取許多的資訊 那您會怎麼回應 另外 進入政府體制目前 遇見的瓶頸是什麼 第一個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其實我們還是要相信 就是國家機密的這個 classification 如果你離標的是沒有密等 它本來就應該是大家要知道的 這個是就是FOIA的精神 這個你有什麼可以爭辯的 因為如果你覺得被 被指導會有問題 你就應該把它不要上密的 就應該把它不要上機機密 這個是最基本的那個責任判斷 應該是在資料產生者的身上 就要判斷 那這個判斷 當然我們慢慢練習 可以練習出比較好的判準 尤其是在各自上面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可以學到說 其實很多我們本來以為 敵人或有心人知道 會對我們有不利益的 其實不一定那麼有不利益 也就是說 一些事實性的資料 我們這樣子丟出去之後 有一些有心人 也許就變成有緣的人 你也不知道嘛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它的目的是要打亂 就是一般人民對於政府的 正當性的信任的話 這是所謂的行戰 那因為現在在網路上面的網路 尤其是自媒體 跟我們的心理現實 尤其是無意識的心理現實 已經是非常的密合的在一起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感受 已經越來越多 是有不特定的所左右 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越想要傳資訊 那那些在 undermine我們的正當性的朋友們 就會越有這個可以講的 就是說它必然有所 這個 瞞著自己人民的部分 不然為什麼要黑箱呢 這樣子 所以就是為什麼 Uber的那個 那個Blue Flag的時候 要錄影 就雖然是Cose-Long Meeting 不要大家 但是是on the record 或是off the record 那這樣的原因也就是說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些想要undermine政府 正當性 可能不是Uber的自己 可能是就是 想要按照這個座文上的朋友們 就可以說 就是它後面的Uber密室會談 然後就是後面就自行想像 那你越不給他們這個空間 其實他們能夠操作的東西 就越少了 我們又遇到什麼瓶頸 因為 其實也是剛好跟那個 這位館子的朋友們交換意見 慕名片裡面有說 不為不可成 不求不可得 不出不可走 不行不可覆 所以就是說其實 我做的事情 所謂公僕有公僕的意思就是說 是行政體系 絕對有什麼 我可以幫想忙的地方 我們辦公室15個人幫大家忙 但是如果大家不覺得是問題的 我們不會top down的去下指令 說這沒必要改 所以說是完全 怎麼講 完全服務性質的一種領導 那這樣子的想法其實 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去強求大家做 大家做不到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結果就是沒有瓶頸 就是每天我們處理 大家report出來 我們又可以處理的事情 然後每個禮拜有一個完整的roman 這是我大概做實質性的方法 大概這樣 好 終於到了一個段落 可以繼續 go through 我的簡報 我們待會再回來看 然後剛剛最後想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這整套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移植過來的 就像我說的 這是做自由軟體 或是做網路上的政策制定 這些協定 大家都沒有彼此的正常性 根本都是陌生人 要引起彼此信任 又要justify 另外給大家說這個東西 給multi-steroidal community管 比給聯合國管 比什麼管都好 所以其實這個網路 就是IETF的 這個網際網路的標準制定者 它的上面有一個叫做ICANN 那ICAN它其實就是網路上面 每一個數字 每一個網域 每一種不同的文件 它類似標準制定局的這樣一個角色 可是這個角色呢 它非常特殊的就是說 它就是用這種 多力以下官方的方式來治理 之前美國政府 理論上對它還有監督權 但是到Snowden之後 整個世界都不相信美國政府了 所以那個美國政府 就主動放棄了對它的監督權 因為如果不放棄 要革命了這樣 然後那 但是這樣子拿出去之後 好比方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好比方說俄羅斯 都認為說 那至少要用聯合國這個模式嘛 它可以放在聯合國的ITU底下 或甚至不要放ITU底下 直接放在聯合國底下 You and ICANN這樣多好呢 那是全人類來一起治理 網際網路 那可是你進入聯合國 當然對我們會有一個 立即的不利益 就是我們就沒有票了 本來有的 然後那但是 另外一個是說 就是進入聯合國之後 就會變成是在那個聯合國的 Multilateral 對那個多邊的協定底下 實際上面造成不利益的人民 就不能再用聯署 或者再用Petition 或者再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進行聲音表達 基本上就是 如果他所在那個政府 不理他 他在聯合國就沒有票 同樣的這也是一個 不當代表的問題 只是再往上抽一層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以及ICAM 或者IETF 我們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去建立這個透明的 客責的機制 去讓全世界 用網路的朋友 相信說 我們的公信力 甚至比聯合國還高 那這件事情 其實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我們這邊就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在2014年底 就是有支持佔領的 或者參加佔領的朋友 大部分都選上了市長 然後有些還不太知道自己會選上市長 也選上了市長 這樣一種很新的政治氣氛底下 那大家就是都會說這個公開透明嗎 因為如果不說的話是選不上的 然後在那樣子一個特殊的歷史氣氛底下 當然就是佔領華院長就辭職了 然後就改成毛澤果院長 那毛澤果前院長他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他一上來 他也知道說他要重建正當情 所以他做的不管是所謂的開放資料 或是所謂的群種外包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開放政府的前半 就是透明跟參與 透明跟參與的意思就是 你要做什麼事情要大家知道 而且要讓大家有參與設定移層的方法 雖然他這樣 他不當然講說我們要群眾參與 要一起寫白皮書 要一起解決政策 要是事實上 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執行這個東西 所以當時的張天真 前副院長跟蔡月琳政委員 就花了很多時間跟G01的朋友 去一起探討要用什麼題目 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對部會來講 其實如果他覺得他能處理的事情 他絕對不會找自己麻煩去 突然之間要做這種新興的公共參與 因為並沒有一個模式可去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會被丟出來的 就是部會自己也不想管的東西 在當時 這個Uber這個世界性的 心靈的流行性的病毒 是這樣子的 這個病毒的那個DNA 大概是說 它名字叫共享經濟 但是其實每個行業都不一樣 Uber這個Stream 它的那個DNA是說 我們覺得演算法來派車 比起政府的regulation來派車要有效率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要能夠更照顧到大家的續前 你如果相信這件事情 那你就會去幫Uber開車 然後幫Uber開車的時候 你就會載乘客 再乘客你就會要他 就是散播這個馬 然後推薦司機開App 這個司機可能開一個月 發現Uber成為25% 他根本賺不到的錢 他就不開了 然後他就痊癒了 可是他痊癒之前 他已經散播了 不知道多少這個病毒的東西出去 所以呢 只要一個司機 可以帶超過一個司機來 那Uber就一進來再幫他開車 這個就是他的 最基本的operation model 他不在意這個販座率 就是一個司機只幫他開兩個月 車很好啊 這樣子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的這個 spread 是非常非常 就是全球性的 然後全球政府都發現到一個 就是殘酷的事實 就是因為他smile在外面 所以其實 Nation's